云林陷入花生的栽种面积 大约有4200多公顷 但是最近多个产区都传出了 花生的结痂数偏低 甚至还有腐烂发芽的情况等等 初步估计大约就损失了三成左右 而进一步分析原因发现 疑似是三月开花期 碰上了气温骤降 影响到受粉的情形 目前正值采收期 农民也担心会写本无归 而农业处已经启动韩文农委会 要来启动天然灾害救助 走进花生田这样采收的洛花生 结痂数少得可怜 甚至还有腐烂发芽的情形 农民损失惨重 悠行血本无归 照顾连天 农临县洛花生载重面积 高达4200多公顷 乡途库镇损失面积较有100公顷 失收约三成左右 农民种植落花生数十年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 寻找原因怀疑汉气候有关 要有受粉之后才有可能长这个花生 那一般花生它比较适合的一个受粉温度 是在23到28度左右 我们统计大概在23月 早上6点到10点的时候 其实它的温度都在23度以下 所以导致我们的花生的结果率非常的低 然后再加上这几天下雨 一次的影响也发芽 状况也很严重 分析原因疑似3月开花期 遇上气温骤降影响受粉情形 导致结痂数偏低 农业处后报千五会刊 悠行农民心血泡了汤 农业处以韩文农委会建议启动天然灾害救助 希望每公顷补助3万元 尽量弥补农民损失 借过真意与林蔡姆导